Hello 大家好 我是來自Gorace Time Piece GDC4的小剛 小剛前幾集才和大家一口氣分享過幾款 值得入手的Panerai這個佩娜海 還沒看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小剛這一集的影片 今天小剛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另一款 也是屬於新時代的佩娜海潛水錶 Summer Siebel 而且是非常有特色 高識別度的一款這個Summer Siebel 也被稱為這個Shark Grey Summer Siebel這個鯊魚灰的這個名字 還有一個特別的這個名稱 就這款PAMP959這個型號 主要會選擇小剛會買這支錶來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這一款在Summer Siebel當中 確實有非常高的這個人氣 而且藍色陶瓷這個圈搭配這個灰盤 在過往佩娜海的作品中幾乎是沒什麼見到的 那而且這一款959可以講幾乎是相擊了這個 在2019年他出過的那個982 這個PAMP982的這個特別聯名款 那在個人覺得在這種外觀的情況下 那挑選這一款959的這個 新號啊個人覺得是非常好的選擇 那二手市場哦能入手到啊 絕對值得去考慮玩玩哦 那Panerai Submer Siebel 確實經常也會在這個好萊塢大螢幕裡 或是這一種The Rock巨石強身啊 這一種巨星去佩戴 那Summer Siebel絕對是這個可以講啦 呃佩娜海中的這個大疙瘩 過往呢Summer Siebel幾乎都是47mm 那也少許是有一些是44mm 那當然而且這個價格也不便宜了 那直到近這幾年哦 這個佩娜海發佈很多新的這個Summer Siebel 潛水風格的這個這個系列嘛 那當中就呃包括了這個42mm的這個 Summer Siebel 新時代的這個Summer Siebel 那包括這一支959的這個型號 那這一款表呢最容易認出的就是這個 他元素啦有這個海軍藍的這個陶瓷表圈哦 搭配灰的這個表盤哦 那他表盤這個你近看之下哦 你看他這一種顆粒感啊 給人就是粗粗的這種感覺哦 極有特色啊可以講小剛剛講 真的很有那一種硬漢的風格啊 一上手就是哇整個味道是真的看下去 跟普通佩娜海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味道 讓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是新型號的Summer Siebel 這個主打專業潛水的這個300米的這個規格 那你戴在手上啊真的是穩穩的這個安全感 而且表克厚度也只 竟然只有13mm多左右哦 那可以說是在佩娜海當中啊 而且是專業潛水表來講的話 而且是Summer Siebel系列哦 是可以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包哦 這個厚度啊完全有那一種啊 他幾乎這個13mm多這個厚度 就好像勞力式啊 Rolex Submarina 水軌它的這個厚度啊啊 這麼薄又是每個人都可以驾驭到的 這一種42mm這個尺寸啊 上手可以講真的完全沒有壓力啊 那這這個也是近這幾年啊 Summer Siebel大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啊 我個人覺得那真的讓我對佩娜海以前 一向這個又大又厚的那個印象完全改觀哦 那而且這個是啊即興他用了這個三天 哦集團旗下啊啊啊 改的這個三天動力的這個自動上鏈的機型哦 哇而且是有這個日期的功能哦 非常符合啊 作為一隻很高實用性的這個日用的這種高級錶款哦 還有就是他的這個錶盒啊 哇這個小剛經常有提到Summer Siebel新時代的錶盒哦 啊當然義大利生產非常有特色 他不像我們一般看到的那一種木盒啊 哦這個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點哦 他有附上多一條膠帶啦 或是啊那一種工具啊通通都在錶盒裡面哦 非常的漂亮 這一隻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今天小剛分享這一隻 shark gray 鯊魚灰的這一款959這個型號哦 我們下期再見我是小剛拜拜